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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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歌吧 他就说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我们作为黄种人 能够真真正正的做一点事情 让爆料革命呢 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去看我们的人生 看我们的民族 然后如何的像历史当中的 伟大的革命的人物一样 真的如果你今天是现在进行时 但是你站在明天去看昨天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历史了 然后在你比较年迈的时候 然后躺在摇椅上面和自己的下一代讲述 说自己曾经也参与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哇这个感觉真的很棒 OKOK小五有点扯远了 那今天呢其实第一期的节目啊 就想跟大家谈谈热点 这也是Friday Talks的一个宗旨 以后呢希望在我的节目里面呢 和大家讨论最新的发生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 然后我们做一定的分享 分析和逻辑整理 帮助大家呢更好的看到 现在国际上面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力 然后对爆料革命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我们灭共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最近最热的 在文化娱乐和电竞领域 关注香港的一些国际上面的 来自自由世界的言论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Derry Murray 这个人呢是美国的NBA 也就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最受欢迎的一个球队了 可以说是被中国人最喜欢的 休斯顿火箭队 他是总经理 是一个职位非常高的管理者 那么他呢在10月4号的时候呢 在自己的推特上面 大家注意啊 是他自己个人的推特上面 发了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上面写的非常简单 就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关注爆料革命的你 一定已经非常直接的了解到了 就是要为自由而战 站在香港这边 也就是他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政治观点 是支持香港的 那么这个观点已经发布之后呢 就引发了可以说是一个 山崩地裂式的海啸般的效应 首先在中国的 所有一起和NBA有关的商业活动 然后商业的宣传 包括产品 一切的东西瞬间下线 也就是全中国都在抵制NBA 当然是在中国的操控之下 然后呢 在最新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当中呢 也写到NBA呢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看到中国这么大反应 马上就出具了声明 NBA的官方呢 就声明说呢 非常道歉 然后我们呢 是为这个Murray的行为呢 感到很不安 然后我们觉得呢 和中国的合作是如此良好 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合作 其实变相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觉得钱是最重要的 为了中国广阔的市场 我们现在就跪下了 但是世界还在继续持续的发酵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中国还是在全方位的抵制NBA 而美国这边呢 有很多的议员都站出来 是坚定的站在Murray这一边的 就是他不是说站在这个个人的观点这一边 而就是站在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普世价值 也就是人权的角度上面来讲 这个是他的自由 什么自由呢 在这边就想和大家呢 一起探讨一下 关于基本人权当中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英文啊 叫freedom of speech 它是一种基本人权 是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 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 你看这样一段话就会让我们感觉 诶 那 请问这个Murray 他讲的话算不算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呢 of course 当然了 而且大家有记得之前啊 有一些品牌呢 做了一些宣传片或者是他们的广告当中啊 被中共是指称的有辱华行为 那么他这里的辱华行为呢 就要不然就是你侮辱了中国 你要不然就是侮辱了中共 你要不然就是 因为中共是把中共当成中国的啊 是一个他混淆这个概念 混淆视听嘛 颠倒黑白的 要不然你就是侮辱了中国人 你要不然呢就是侮辱了中国文化 大家还应该记忆游行之前 Donch Gabbana D&G这个牌子 他就有发布过一个广告片 当中呢有一个穿着 呃华服的中国女孩 或者说亚裔女孩吧 黄皮肤的女孩呢 呃使用筷子和吃饭的方式都非常奇怪 然后就被指称呢 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中华的行为 那好那之后呢 Donch Gabbana为了商业利益也是跪下了 并且呢进行了郑重的道歉啊 这个风波展高一段落 但是这一次大家有觉得不一样吗 因为首先啊 Maurice是在自己的推特上 然后呢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了 而且他也没有任何侮辱人格 或者侮辱中国人的观点 也没有支持任何的抵触中国利益的话 他仅仅是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就是我支持香港人现在争取民主自由法治 这样的一个抗争 仅此而已 而且我觉得他也没有显得很激烈 对不对 或者是对个别的人进与侮辱都没有 他就是发表了一个自己的政治观点 所以这完全是他的freedom of speech 完全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行为 那除了NBA的这件事情呢 还有两则新闻 在这里一并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说是类型是差不多 而且都是把这个香港现在的这个危机的事件呢 是扩展到全球 除了政治领域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年轻人啊 我不care政治 然后我不想跟你们讲politics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大家有看到一些文化娱乐 这些方面的人 也在出来关注这个事情 说明这个事情在持续的发酵 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是对香港有利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继续的努力的去传播 那第二个想关注的重点事件呢 是有一个电竞比赛上面的一个香港选手 那具体我就不展开是谁了 他就像一个符号一样 就说把这个事件又引发到了 现在最火热 年轻人最喜欢玩的电油这一块 电竞这一块 他也是呢 就是讲了那八个字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其实也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然后马上被禁赛 也引起了电竞领域的很多公司的反 对他的一个反驳 然后是对这个事件的不支持 把他禁赛的应该是暴雪公司吧 因为我不是太熟悉电竞领域啊 但是感觉是暴雪先禁赛他之后 其他的很多公司抵制这个行为 觉得他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做错 好这是第二个事件 那第三个事件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粉刺喜剧吧 是一个动画的喜剧 在美国很有名的 叫做南方公园South Park 然后这个电视剧当中呢 最新的有一集里面啊 就是讲到呢 去中国旅行的过程中的被捕 然后被强制劳动 接受共产党的再教育 这个事件明显是在反粉 现在的新疆集中营的 那这个事件 一经发布这一集之后 又遭到了全中国的抵制 然后就把所有的南方公园的 相关的相关的所有消息 和相关的所有剧集 全部下架 然后已经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 被屏蔽的 被防火墙拦住的网上 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那后来呢 南方公园呢 就做了一个 有一点言不由衷的道歉啊 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审查 来到我们的地方 和我们的新坎 中国共产党万岁 你看这一集就 讲的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他还说 有些人说 威尼熊长得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是现在我们在中国 就是不合法了 等等等等的啊 都是一些很反讽的话 这也体现了这个剧集的一个特征 你看他也是关注了一个政治事件 而且也是一些用反讽的语言 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啊 那好 这三个事件联合起来 就让人感觉了 你看文化 娱乐 体育 可以说文体 中国有句话叫 文体不分家嘛 这些领域现在都在发生 说明 你想堵住全世界人的口 是不可能的 事件只会越来越发酵 真相只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支持香港将不会变成一句口号 将会变成每一个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去争求 争取自己权利的 所有人类的一个共识 而这个共识 就像一个精神一样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放弃 我们自己生来平等 生来追求自主的 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人权 我们开口说话 是上天赋予我们人类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用优美的 句子辞藻 来传递我们的感情 同时也可以表达我们的心声 还有表达我们内心的抗争 当我们受到压迫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口去说 去控诉 去争取我们的权利 这是谁也拦不住的 然后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内心 对中共的一个理解 我感觉啊 中国共产党啊 就像是一种僵尸病毒 Zombie 大家都看过 生化危机吧 这里面就是 这个僵尸 是如何被去除的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被一枪爆头 对不对 难道说 你会和僵尸去讲道理吗 你会和僵尸去理论 然后跟僵尸去fighting吗 你是打不过僵尸的 而且他们是以数量取胜的 这不就是现在中俄套路吗 他动不动威胁 世界上面的大公司 或者是主权国家的政府 他都是说 你想不想跟我做生意啊 我有14亿人的市场啊 如果你想要到中国来赚钱的话 你就得给我跪下 你这里要跪下 那里要跪下 不管是我们之间签的条款 知识产权保护 No 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归我 然后我可以让你赚一点钱 IOK 你听懂吗 中共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我感觉它特别像是一个大僵尸 而且已经感染了 至少说我们中国人当中 有很多人被他感染了僵尸的病毒 那僵尸只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出去咬人 所以现在中共不仅在自己的国家 在控制他自己的民众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同时 他还在全世界 想要控制所有的地球人 用郭文贵先生的话来说 就是他现在觉得自己膨胀了 觉得要管世界了 要接管世界了 世界都要在他铁蹄之下 我的天哪 我感觉世界如果让中共这样下去的话 整个世界包括自由民主的世界 也要从蓝天白云变成一片乌云了 你干脆在所有人头上都照一个防火墙吧 都把我们照起来吧 真的是太可怕了 每次想到这里的话 我都会从噩梦中惊醒 有一种背脊发凉的感觉 太吓人了 所以僵尸最后只有一个结局 真心的希望 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方的其他的文明国家 大家都联合起来对他一枪爆头 只有这一种解决办法 那我不知道这些还舔共的 还亲共的 西方的这些 为了钱也好 为了郭文贵先生说 其他的那些种种的利益也好 都能够站出来 因为你今天不干掉他 他就会把你咬死 最后你也变成僵尸中的一员 谁都不想变成僵尸 因为僵尸最终的命运 就是被一枪爆头 OK 谢谢大家关注今天的Friday Talks 让我们下期见